玉陀家仙人竟然缠定了七十多年 而佛陀只用了十五天就学完了仙人的全部知识 西达多再次走向正的不灭真理的道路上 路上碰到一个他的仰慕者 问他去哪里 他说出家人就像流水一样 河水往哪里流动就去哪里 自己心里很内疚 无法去做一个称职的丈夫 也没办法去孝敬父母 至于为何抛弃了所有的东西 无论富贵还是贫穷 众生的生命都会走向死亡 你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怎么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比什么都要重要 西达多走上苦修的生活已经三年了 三年来甚至没有关注季节的变换 什么时候会下雨 渐渐发现苦修定不能找到解脱的方法 可能本来就没有答案可言 但是内心的失落乐观和悲观 又感觉答案就在不远处向自己招手 一个苦行者说 摩合皮罗舍弃肉体 控制自己的欲求 终于达到了寂静的境界 如果你总想着去追赶时间 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一团糟 人人都能做好事 做善事 坚持苦修 懂得痛苦和快乐都是幻象 很快就能获得解脱 西达多并没有尝试过这种修行方式 所以会依此法进行修行